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自家父君虽还在同酒酒玩笑 一边还朝自己轻轻摇了摇头 递了一个眼色 滚滚虽不太明白 当下也便说了声 就听他父君笑着说 看来夫人记性甚好 连当年那本书长什么样都还清楚 清楚到远远看上一眼 便知上面有个九字 什么吗 最近不大清楚什么书 但那个九字却是我亲笔所写 闭着眼都能认出来 凤九笃定 可是我这本书上 并无一个多余的字眼 帝君挑眉 若说滚滚之前还不明白 自家父君要做什么 这会儿却是完完全全的清楚了 可不就是要斗九九吗 则则 父君还真的是 睁眼说瞎话 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滚滚在心中将自家父君 狠狠鄙鄙视了一番 但终是碍于他父君的眼神 只去的闭了嘴 只低了头 将那个歪歪斜斜的九次看了又看 听得帝君所说 凤九突然就哼了一声 我就说吗 我小时候的真迹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你手上 哼 不对 你手上明明就没有 为何要戏弄我 骗我说就是我的那一本 还故弄玄虚说了那么一番话来 凤九觉得自己抓到了帝君的错处 连带着底气都足了几分 插着哦 义正言辞 不认 我可什么也没说 不都是你自己猜的吗 帝君贪手 表示自己实在无辜的很 哼 还不是被你诱导的 谁让你言辞确凿 凤九语色 嗨嗨 那个 我能说句话吗 在一边憋了太久的滚滚 见自家娘亲那副笨笨的样子 着实憋不住 一眼神将帝君扫了一圈 见自家父君没有二话 最放了半颗心 久久 我方才将书尾看了看 的确应当不是你所写 毕竟 能把那么简单一个九字写的丑成那样 这人啊 着实丢脸 你看看 尤其弯钩那一笔 那么简单 居然也能折成波浪 我估摸着 这人是想要别出心才画一个虎尾 不过 这功底实在太差劲 什么 凤九一听滚滚描述就知不好 当时年幼 为了凸显个性 一个好好的九字 凤九从来都是在弯钩处折上挤折 务必使其看上去像虎尾才作罢 也正因如此 当年那一笔下去 就被他爹爹认了个正着 自然 一顿鞭子也没跑掉 他没敢告诉爹爹的事 那书页上满是华彩 若比的时候根本看不清楚 还歪了半边 为此 当年的他十分不满意 还想重添几笔呢 不可思议的 将书册从滚滚处抓了过来 凤九很懊恼 是谁说上面没有旁的字 你又糊弄我 不认 上面的确除了一个勉强能认的酒 便再也没有多余字眼了 帝君一本正经 哼 你 还有你 凤九扫了一眼滚滚 富佑将眼神定格在帝君身上 这书你什么时候得的 不久不久 再上去 也就约摸你刚做完这件事后吧 帝君随口说道 其实 这件事上 帝君大概还是有些印象的 当时 佛陀正邀了自己讨论佛法 谈到尽兴之处 佛陀便将这本宝册赠了自己 说是万法皆已在心中 与其树之高格 倒不如赠予有缘之人 又道 是逢一小有余因缘弃会之时 留下了些许莫宝 倒是一桩奇缘 如今仔细想来 自己同小白的缘分 倒是又往前推了许久 果真奇灾妙灾 滚滚终于从屋子溜了出来 回头看了看房间里的两人 摇了摇头 就在他出门之前 他的富君一脸深情的注视999 感叹着原之一字 而他的娘亲 还处于一种做了错事 被抓包的尴尬当中浑然不觉 最后 还是帝君一把江凤九抱坐在怀中 自觉有些多余的滚滚便寻思着出门 走之前 还不忘朝着他父君的方向叮嘱一二 让他注意分寸 自然 收获了帝君爱的凝视 呼 补出一口气 滚滚觉得格外轻松 自然 不光因为离了他父君 此处佛光大城也是很有关系 或许因为这边是帝君灌场居所 周围并无人指手 滚滚一路绕过去 隔了老远 刚才见到一位精神罗汉 这才将阿里所在问了个明白 只是 还不等他走到阿里的院子 半道上 就被人拦截了 拦截他的 不是别人 正是一脸无聊的天孙阿里 哎呀 你终于到了 帝君姐夫这速度也实在太慢了 见到滚滚 阿里着实高兴 一个熊豹就扑了上去 却在半路被滚滚一个闪身避开了去 阿里一时收不住脚 惯性向前扑 看看将一棵婆娑树紧紧抱住 哟 滚滚你干吗 能不能尊老 我可是你舅舅 不带这么坑人的 收了脚 阿里直嚷嚷 小舅舅 滚滚从不坑人 难道不应该是你学一步精吗 滚滚无语 自己不过是加快了些身法 怎么搞得小舅舅还挺委屈的模样 不说这个 我听说怎么连凤九姐姐也跟来了 不是说佛门清静之地 不带女眷的吗 阿里很好奇 听到阿里这番话 滚滚便知他定然受了蒙骗 说不好 这事儿就同白浅姑姥姥没能成形有关 当下心中就有些气愤 不能带女眷 笑话 我家舅舅很小的时候 就同佛陀祖爷爷碰过面了 你竟然不知 罢了罢了 说吧 究竟是谁告诉你不能带女眷的 胆儿还真是肥 啊 所以 你是说 半径并不曾有这样的规矩 阿里大齐 那是自然 快说说看 是哪个混蛋匡骗于你 而且 我估摸着 你娘亲未能成形 也同这有关 滚滚很笃定 这个啊 我能说 我原本在醒无宫睡的正相 结果 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生在饭境了吗 我一醒来 没发现娘亲的身影 觉得奇怪 就问我夫君啊 他同我说 天君是这么讲的 天君啊 怎么他说什么你夫君就信什么 他都那么一大把年纪了 竟然也不清楚其中内情 我觉着 这是有些不对 你要不要同我探讨探讨 嗯 你这么说 的确有些古怪 阿里拍了拍脑袋 佛陀生辰那么大的事情 这有头有脸的神仙都该到场吧 先不说我娘青天族太子妃的身份 光是一个青秋白浅上神的身份 那也必然是能得一席位的 不过 想来是因为我娘亲怀孕的缘故 问阿里 滚滚点脚 抬手就在阿里头上敲了敲 你娘亲什么性子 难道你还不知晓 从来都是她想与不想的事情罢了 我听说 姑姥姥之前在青秋之时 行事向来随心 可以嫁给你夫君 多了一重身份 行事倒多了一层束缚罢了 不然 你且回想 于佛陀生辰这件事情 他可有说过不愿来 嗯 听了滚滚所言 阿里在心中思量了一番 倒是果然如此 前些十日 还听娘亲同奈奈调侃 说到底以何身份去才好呢 若是太子妃也就罢了 有的是人准备物件 可若是青秋女儿 怕是往生海底的夜明珠 都要不够搬了呢 所以 同滚滚一样 阿里觉得自家娘亲受了委屈 当下一开大腿 定要想办法为娘亲出气 两人叽叽咕咕半赏 滚滚觉得 这事儿还得叫久久之小 毕竟身在犯境 不能将事情闹得太过 天君的颜面 还是要留下那么一两分 至于其他的 看情况了 青秋冬荒凤中黄 梅间睡我与花香 三生三世枕上书枝 再续前缘第66集 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 续集更精彩 一世红尘三世恋 三生执念中无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